德國民間最大的友台組織德台協會 12日舉辦座談會 並邀請了台灣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陳菊 以及德國國會議員海特等人出席 今年10月才來台訪問的海特在會中證實 德國教育及研究部長史塔克·瓦特辛格 將於明年訪問台灣 德國上一次有部長級官員來台是在1997年 時任德國經濟部長瑞克·斯洛特訪問台灣 並與時任副總統連戰會面 如果史塔克·瓦特辛格明年真的來台訪問 將會是26年來第一位訪台的德國部長 史塔克·瓦特辛格在今年6月受訪時 曾呼籲德國學術界在敏感研究領域上 與中共劃清界限 並反對中共設立的孔子學院 另外他也在今年10月 與台灣國科會主委吳正中舉行雙邊會談 德國與台灣的關係近期急速升溫 除了在聯合執政協議中首度提到台灣 行政官員也多次公開關切台海議題 而今年10月到11月期間 德國國會議員就三次組團來台灣訪問 外交部亞太司長斯佩蘭 和經濟部次長布蘭特納也低調訪台 德國官員們密集地來訪 充分展現了德國對台灣的支持 新唐在電視李毅宏綜合報導